太极拳 是中华之瑰宝 民族之财富 其博大精深的文化 精湛绝伦的功夫 强身健体的奇效 不知倾倒了多少英语 英雄豪杰 折负了多少人人志士 作为中国功夫的摇篮 河南温县陈家沟 以其太极拳发源地的独特身份 而家喻户晓 每年有上万次的海内外冰棚 来此观光旅游 寻根问祖 学习太极功夫 在陈家沟村北 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群 拔地而起 它既有古代的婉约含蓄 又有现代的文明开放 每年牧名前来席拳练武的人 络绎不绝 这就是文明海内外的太极神功摇篮 陈家沟武术院 也许您听说过陈家沟 也许您到过陈家沟 也许您在电视上看到过陈家沟 陈家沟武术院 位于陈家沟村北一华离出 是一所既学文又学武 培养德才兼备 品学兼优人才的寄宿制学院 学院外观古朴典雅 院内环境清新整洁 教学设备先进完善 教学楼 宿舍楼 大型室内演舞厅 室外练舞场地 应有尽有 危机室 医务室 餐厅 浴室 洗衣房 购物店 一应俱全 良好的软硬件设施 为学员们勤学苦练 发奋成才 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校坚持以德制校 质量强效 民主理校 以学文为主 文武结合为准则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宗旨 扎扎实实 与时俱进 2002年 北县教育局 授予办学先进单位 学院领导班子年富力强 学院管理求真务实 德育工作 常抓不懈 常规教学生动有序 课外活动 丰富多彩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院长兼总教练 王湛军 全国武术锦标赛蝉联冠军 国家武术段位 六段 中国电视吉尼斯 绝技绝活奖获得者 国家级裁判 曾在28集电视连续剧《太极宗师》中担任武术教练 多次赴马来西亚 日本 法国 新加坡 香港 广州 山东等地奖学 被誉为太极王子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极端热忱 和把中华武术发扬光大的蜘蛛追求 他对工作兢兢业业 精益求精 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他们政治思想强 业务水平高 爱港敬业 严谨治学 2002年10月 教育部领导来我院督导工作 欣然提词 得意双心 教学楷模 文武并举振兴中华 在学院的荣誉室内 陈列着学校的骄傲和自豪 学生清祥刚 当选共青团教授室第十届团代表 又光荣参加省第十二届团代会 受到省委书记李克强亲切接见 在2002年全县文化考试中 四年级数学名列全镇十九个班之首 初一数学和英语 名列全镇十三个班的第一和第二名 五年级数学在全镇十九个班位居第二 有十二名同学的作文 分别在省级报刊杂志发表 学生张燕张海波 分别获得温宪首阶教育系统 太极拳剑比赛女子和男子太极拳剑全能冠军 数名学生在中央电视台多次现场表演太极功夫 并多次在国际太极拳年会开幕式上表演精彩节目 并获得江河座市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金奖 少年组集体节目 荣获河南省太极拳锦标赛集体表演项目第一名 每年的县太极拳剑推手赛 河南省太极拳锦标赛 全国武术锦标赛和国际太极拳年会 陈家沟武术院都以金牌总数第一的好成绩 荣获团体第一 2000年交作温宪第六届国际太极拳年会上 夺取了A组十一枚金牌中的六枚 令同行刮目相看 2001年河南省武术锦标赛 夺得四金四银五铜 2002年省太极拳锦标赛 该院学生夺得八金六银七铜 2002年全国武术锦标赛 太极拳剑推手比赛 该院学生清祥刚王战国 获得六十六十五公斤冠军 2003年 在河南省太极拳锦标赛上 该院学生获得九个项目的七个冠军 被省武协称之冠军摇篮 截至目前 该院学生共夺得金牌一百四十枚 银牌六十六枚 铜牌一百七十枚 2004年 陈家沟武术院被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授予省一级武术管校 著名演员 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太极宗师中 杨玉前的扮演者吴京 曾多次拜师陈家沟 深深被太极拳那高深莫测 变幻无穷 舒展大方刚柔相继所吸引 为学到一身功夫 吴京在太极大师王战军的悉心指导下 文姬起舞 秉悦修意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摸爬滚打在一起 相互切磋互相促进 进蚕丝到手腕 然后这个松框 给你看一下 从这里 沉尖 坠肘 立掌 器官的于丹田 把框松下来 然后 停 这个碗布松的要 拆 拆 如今的吴京 打起太极拳 如行云流水 气形相见 为今后再拍太极拳题材的影视片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流的教学 一流的成绩 令世人为之惊叹 美国财政部客人盖宝德和扬州两位先生来该院参观后 满意的指点头 不停的竖起大拇指 very good very good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青 全国政协常委 原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 中纪委领导刘厄 中组部领导李飞来学院参观 给予高度评价 河南省纪委领导 焦作市市委书记 市长分别对学院进行过考察 同时 每年来该院学习参观的国内外人数 达几千人 近2002年 学校接待了来自美国 日本 法国 加拿大 西班牙 新加坡 及台湾 香港 和中央各省市的各界人士 达六千多人次 为他们表演了近百场的太极拳节目 中央电视台 台湾华茂有线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香港有线电视台 河南电视台 香港大公报 美南新闻 江西日报 公安部宣传局等多家新闻媒体 对学院都进行过不同侧面 不同程度的温宗报道 神州太极故乡 中国功夫摇篮 自创院以来 陈家沟武术院风风雨雨 走过了一段光辉的历程 回顾过去 他们对取得的成绩 颇感自豪 展望未来 他们对美好的前景 充满信心 建特色学校 创名牌舞院 是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奋斗目标 我们坚信 在各级领导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怀下 全院师生 与时俱进 奋勇拼搏 一定能够迎来一个 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让海天为我聚冷凉 去开天地